我知道開車撞人的是你爸 你怎麼會知道 你不用管我怎麼知道的 慧銘 你的情勢現在也非常危險 你爸撞人的事就要曝光了 不過你不用擔心 我可以不計任何代價 幫你把事情給壓下來 只要你願意 只要我們全心全意在一起 不管是這件事情 還是你將來所有的問題跟危機 我都可以幫你處理好 因為有我在 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跟你在一起 我爸爸的問題才能解決 你現在是在威脅我嗎 當然不是 我是真心的想保護你 慧銘 請你看清楚 現在你唯一能一條的人 就是我 對不起 我現在心裡只有勇言 我是不可能接受你的 好 我明白了 是 慧銘 有一天 你會發現你自己愛錯人 希望那時候 你的人生 不會因為你錯誤的選擇 變得太絕望 是,那CI 現在不能進去 醫院 那就照著剛剛說的計畫 去進行 主席請放心 我會安排裸當 那我先走了 主席 不好意思 徐玉媛她 没事 你先出去 我跟徐玉媛聊一聊 是 主席 上一次你提的第三种 话去拆迁经费的筹措 惠敏已经搞定了 你看 你一句话会 那个不重要 现在全党全力拼选举 其他的事 等选后再说 主席 我们收到最新的民调 惠敏的选情 并没有受到何力珠 拖党参选受到影响 他说我们自己人 我们找他谈 把他劝退 惠敏的声势 一定立刻就往上窜了 不可能了 刚才仲平会决定 开除何力珠的党籍 党跟他撕破脸了 那惠敏的选情 国兄 大家老朋友一场 话我就讲白了 现在选战才刚刚开始 惠敏已经没有选情可言了 你们徐家后边 有什么未爆弹 我想你我心里都很清楚 党这边决定 就是放弃惠敏 另推候选人 主席 为了这一次的选战 我们已经经营多久了 而且论地方上面的实力 谁能跟我们徐家比啊 再说了 党里面除了何力珠跟惠敏 可以打赢这场选战 还能派谁来参选 这个党内自由安排 不用你担心 我 老弟 政治这条路啊 长长久久 该是进退的时候 那就得要事实 希望惠敏 不要把局面 弄得跟何力珠一样 那大家就 真的很难看 爸 小长给你的随身蝶呢 你已经知道了 小长跟我说了 你要随身蝶做什么 你打算怎么做 就是拿这个 比徐惠敏退选 让你替代她 你不用思索的要怎么说服我 我已经决定了 这对你对珍佳 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不要为了一个女人 影响我的布局 爸 光是让惠敏退选 还不够 徐家在地方上炸的根 非常稳固 实力不容想去 出手逼惠敏退选 等于是跟徐家翻脸 替我们树立强大的敌人 这种情况下 我出来选 未必选得上 就算选上了 徐家在地方上扯我后腿 我们也不会好过 你的意思是 要 就把徐家连根挖起 不只要惠敏退选 还要许过什么垮台 我是这么想过 不过考虑到 你那么喜欢徐惠敏 所以就不想这么合了 所以你也交给我 直接是我来执行 好 哦 嗯? オッパ